來 家瑋 家瑋浪漫 付出就有回報 對 付出就有回報 所以妳覺得 妳幾歲了妳還會覺得 付出就有回報 我覺得要有了解對方 因為戀人就也要像是朋友一樣 那他跟你要走很長遠的路的話 你們就必須要去有用心一點 又不是說真的毛坑 然後不拉屎 然後就覺得說 我要談戀愛 然後又不想要付出 很多人現在都這樣 那就是因為這樣才會有素食愛情 大家就是一下子就散了 不開心就說 那我要做自己啊 那有另外一半到底要幹嘛 就是妳人生當中還是要有一個 就是很靠近妳的心的靈魂伴侶 就像是 我之前有男生會就是 幫我寄我的月經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結束 然後來關心我的身體說 妳現在可能會不會 最近是不是壓力大或什麼 我們有時候也不用太多的言語 但他就會能夠了解說 我最近累不累 又或者是說我出門的時候 他會幫我把家裡搭傷 但是不是常常沒有關係 但是他在生活當中 都會製造一些小驚喜給妳 那像我自己也會在對方看他 譬如說他如果在生活上 我會稍微觀察一下 他每天忙不忙或什麼 或是他最近心情如果比較低潮的話 我會做一些小小的禮物 譬如說有一次他生日的時候 我就去買那個盒子 然後還有用那個卡片是那種 用紙做的那種自己剪一剪 弄那種可愛的東西 然後在網路上 紙紮的喔 不是 就是那種紙的卡片 它是剪一剪的 然後自己手寫 而且手寫的溫度是比那種 就是你去買很貴的禮物 都還要來得有心 就是有時候 當然就是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但不是花太多時間 你就只要簡單一點 然後我裡面會放一個小紅包給他 那那個小紅包 有一次我就包 吃肉粒就是一萬二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大方喔 然後我就 一百二 一萬二不錯耶 但那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剛好在 因為我覺得他很照顧我 然後他付出的都不止這些了 所以我覺得我很值得 就是去幫他做一些小巧思 然後跟他說 沒關係 如果你現在工作 因為疫情嘛 那你工作比較不好 沒有什麼收入 那我覺得我這個東西 是可以給你心理上的一個位置 希望你越來越好 吃肉粒 就是我們現在有溫飽就好了 妳剛剛講說紀錄月經 我碰過不少男生 為了表示他是一個暖男 都會紀錄月經 有時候我也好奇 因為我是 不太會去做這種事 我就跟他說 妳說好貼心 都會紀錄女女朋友的月經 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 對 他是為了怕負責 那個女生很想懷孕 是男生怕要負責 我算過了 我們講這個就太誤實了 我們就想要加進去 今天是安全期 真的 而且現在不用筆記本 對 有APP APP就有了 而且你知道嗎 有一個男朋友就是跟我念過說 你們女生每個月月經都要來 好麻煩 你每個月都要有幾天不開心 那你知道我怎麼回他 妳怎麼回他 我就說一年就十二個月 只有十二天不開心 我說剩下三百多天 十二個月 十二天不... 妳一個月來一天 一個月只有一天 那一次來一天 不是 因為通常你是第一天 她講她的真實狀況講了 跟年期到過 通常是前一天 來的第一天 或是來的前一天會不開心 所以我就用這一點說 你一年 你如果想他每個月都要來 你每個月都會有一天不開心 可是你只要想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只有十... 就是每個月只有一天不開心 那就很少了 我說剩下三百多天 我都會微笑地對待著 這個說服力很強 他就被說服了 而且我有一次也是月經來 那天心情不好 就跟男朋友吵架 你知道我做了一件 很浪漫的事情 那天他就跟我吵 月經來還可以有浪漫的事 他吵一吵 他就說他要走 因為他覺得我月經來 就發脾氣了 對 不是 不是 這我要講的東西 你幹嘛這樣子講 然後月經來了 你耍浪漫 結果後來我們就吵一吵 他就衝到門口 他就開了門要走 我告訴你 那一天 其實我是有喝一點點酒 有點微醺了 然後他就 因為男生跑步比較快 他就背著包包就走了 然後後來 我就下樓追他 然後 等一下 我告訴你 浪漫的情節來了 我來了 他說他本來躲在巷子的那個 你知道 就是巷子會停車子 躲在車子底下 因為想說 何妤玟追過來 太恐怖了對不對 蛤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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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肚後面 他要不要換機油 蛤肚 他要不要換機油 他在換黑油 一個時候拍的故事 而且還有一個板子 還有一個滑板滑板 妳要進去 人家是在講浪漫的故事 好 你說你的男朋友 他躲在那個車尾 對 後來他看到我 他就從頭看到尾 他發覺我沒穿鞋 我就這樣追出來 然後 我就這樣追出來說 你在哪裡 然後我就開始掉眼淚 然後他突然就心軟衝過來 一把抱住我是新娘抱 然後我就依偎在他懷裡說 你不要再生氣了 拜託 是一把抱過來 還是他已經 他就在車子那邊 已經躲有路了 可是他覺得這樣的女生 他那時候機油換完了嗎 好煩 好 就抱住妳 然後呢 他就覺得這個女生很帥直 很浪漫 很可愛 因為我竟然沒有穿鞋 就衝出來 他會覺得 有的時候歇斯底里跟浪漫 只有一起浪漫 原來我沒有想到melody 也會不幫我講話 有一天居然melody 就因為妳前面講得很詭異 因為 對 因為妳又不穿 穿鞋子跑出去 然後又在站在馬路中間哭 這個有的時候 很恐怖 很恐怖 講事情他都會隱瞞一些重點 對 他是沒穿鞋子 可是他漏獎 他手裡面拿了一把水果刀 那個男生不是抱住他 那男生是空手奪白刃 把他手反折以後把它 壓制住 對 對 是這樣 是情拿術 你知道我 可是我 你聽起來很荒謬 可是因為那個男生說 他真的覺得這個女的 第一 很可愛到 就是他那時候會覺得 可愛到 就是說 傻哩傻氣的 因為我那時候 他事後有跟你講說 我覺得妳好可愛 妳好傻哩傻氣 有 他後來就沒有跟我分手 也沒有生氣 他說他這一輩子 沒有這麼活動過 就是那麼 因為他的戀愛都很平淡 他覺得活過來了 對 他說有時候 驚嚇也是一種活著 你 偉大的創作 都是在巨大的痛苦中產生的 對 是 這個畫面是浪漫的 這畫面很浪漫 就是一個女的 就是這樣衝下來說 寶貝妳在哪裡 不要離開我 妳穿全身白嗎 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國立堂妳的觀點 像我的話 我就是覺得 我就是希望 生活能夠驚喜一點點 但我的驚喜 並不是說一定要花很多錢 就像前面說 今天妳很有錢 妳可以送一百朵玫瑰花 很棒 但是妳沒有錢 妳送一朵 我們也會很開心 再沒錢 再沒錢的話 妳是買金沙巧克力 我也很開心 再沒錢就棒 路邊在業也可以嗎 給我去工作 就像這樣 一定是不工作 給我 妳怎麼突然就露出本性了 沒有 給我去工作 沒錢 沒錢也不資格談戀愛 滾 我平常也是務實的 但是我覺得妳就是 生活中要製造這些驚喜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 她沒錢怎麼驚喜 那妳就要上班嗎 金沙又不貴 對 而且妳就是 說真的妳今天就算沒有錢 妳不是妳們幾乎的 沒錢到金沙也買不起 妳今天就算沒有錢 妳如果在路邊 真的摘了一朵花回來說 我看到這朵花很漂亮 想到妳 也OK 妳會覺得也是一個 至少妳有放心上 但還是要工作 那不是重點 因為妳要想 我們小時候 就會很期待 那個過年 還有聖誕節 會有禮物跟紅包 那這個節日 就是對我們來 從小就會覺得說 妳要是聖誕節 別的同學隔天上課說 昨天我那個聖誕樹下 好多禮物 然後妳都沒有 妳會不會覺得很失望 一定會 所以兩個人交往 我覺得也是這樣 妳就是不用每一天 就是有沒有想到妳 但是在節日 節日或什麼時候 妳就製造一些經驗 像我自己就是 曾經那個 譬如說像我之前做過 我當時的男朋友 他很喜歡吃一種蛋糕 然後呢 我就特別去學 然後在他生日當天 我自己親手做給他 然後還有一次是聖誕節 聖誕節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沒有辦法跟他一起過 就我有事情 然後呢 我就事先先訂了餐廳 然後呢 我先騙他說 我有朋友開新餐廳 妳陪我去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當天就是訂了 那個聖誕節大餐 花了一萬多塊 超貴的 請他吃飯喔 然後聖誕節當天 我在聖誕節當天 我請花店 快遞了一整束的 那個白玫瑰送給他 然後跟他說聖誕快樂 因為我不在這樣子 然後還有情人節的時候 有一陣子那個Wii很紅 遊戲機很紅 然後我就在情人節 我也沒有跟他講 我就直接訂一台 然後快遞送到他家 然後他就說 怎麼有快遞啊 我就說你打開來看看 一打開來就是那個 就是王老先生 沒有就是那個遊戲機 快遞 對 但其實是這些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欸 你這樣就很浪漫啊 你讓圓潔笑了 這樣就很浪漫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我做這些事情 就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是節日 然後我們平常工作 就是已經 就是一般的生活已經很無聊 節日的時候我覺得 做一些事情是OK的 就我們也沒有要求說 你每天都要來樓下說 今天天氣很好 你不要再影射語文 沒有 沒有 你也覺得他是瘋子喔 有一點天瘋